大家好,今天我来帮大家总结了三个在哈农中的技术如何运用在乐曲或练习曲中 我们以车尔尼的599为例 第一手的练习是车尔尼599的第63条 它对应的练习是哈农的第33条 训练的是一个123123指 让123指变得非常强壮的这样一个方法 我们在哈农中可以看到它是这样训练的 大概是这样 那么我们在车尔尼中可以发现它把它连成了一条线 但是都是用123123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点 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颤音的练习 在车尔尼的599的第65条 65条对应的呢是哈农的第30条 我们来看一下哈农是怎样写的 哈农是 那么在65条放在这种乐曲的应用中呢 我们不必要弹那么快 这大概后面就是音阶 但是呢前面呢大部分呢都是在练这个12啊342345这样的音阶 那么你可能会说哦30条他只是练了一二指和四五指 那么其他手指呢我们可以在哈农的第46条我可以看一下哈 46条中可以找到46条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这样一个颤音练习 那哈农中呢简单的就是最初级的轮值呢是从第44条开始的啊 他对应的599的68条也就是 那么在68条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止运用321他用的是4321 是4321这样的 那么4321我们可以在哈农的哪里可以找到呢 也就是他的第47条啊 这个是4321 在轮值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手腕只给一下力 是其他是像我经常说的买一送几啊 买一送几的 另外就是说我以左手为示示范 你这个手呢在琴键上要在不同的位置可以稍微倾斜一点 不用非要垂直于键盘 这个 你外外外 它不是在一个键盘上很多人交轮值都在一个点上这是不对的啊 在一个点上音出来不仅死板你的技巧也会有问题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轮值 这样你其实不看琴键你都可以轮非常久 不会累的啊 就是说你的三关节保持的东西一关节保持的这一个 呃 分儿 然后你就可以在键盘上一直不断的这样去练习的轮值 好这三条呢就是我为大家找到的哈农中的技术如何运用在乐曲或练习曲中以车尔尼吴九九为例 希望大家喜欢和支持有更多的发现欢迎来告诉我也欢迎私信我好吧 拜拜